娘 跪下 这幅画像上的人 你可认识 看来你对这幅画 是熟悉的了 那么 画像上落款的云开 你也认识吗 是 你们两个 到底是怎么回事 快说 这幅画 是我以前一个朋友 给我画的 朋友 我该是旧情人的 他叫夏云开 现在是我们 孤家的夏大管家 你早知道是不是 他来孤家就是为了你 他知道少权死了 想和你再续前缘 还费尽心思 博得我的信任 目的是什么 是不是想要侵吞我们 孤家的产业 不是 不是 他根本就没有找到我 我也没跟他见过面 更没有跟他说过话 我的脸已经成这个样子了 怎么可能再去见他 就算你的脸 没成这个样子 你也不能见他 你是少权的女人 是我们孤家的媳妇 我让你进门 是希望你能带给我们孤家荣耀 可是现在你于情未了 我担心 你不但不会给我们带来光荣 反而会让我们声名扫地 如果你真的不能为少权守节 我可以成全你和云开 让你和他一起离开 娘 二少奶奶 你是孤家的少奶奶 夏淫开是孤家的管家 你们俩要走就走得远远的 要是被人知道了 不但有损与孤白两家的生育 要是被族人逮到 恐怕就要以通奸的罪名 沉堂啊 不要 我是年纪大了 有的事想管也管不了 想拦也拦不住 我不想逼你 路已经支给你了 何去何从 你自己好好考虑吧 我也不需要你马上给我答复 我给你一天的时间 你想清楚 明天再告诉我你的选择 啊 伤俩 伤声 伤俩 嗯 Beau 帥 多 还好吗 你呢 还好吗 还好 你的伤好了吗 好多了 不碍事的 对了 那天在山里 谢谢你救了我 那天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没 没有 没发生什么事 你救了我一命 我也救了你 我们算是扯平了 那 少桃已经回来了 他会对你好的 你觉得他会吗 我们一直 一直都会是朋友吧 夏管家 不要拘束 坐吧 谢老太太 我还是不坐了 老太长有事吗 一直以来 都是沐昕在打理家里的具体事物 我一向不太过问 对于夏管家 我也不太了解 不过孤家最近发生了这么多事 都能顺顺利利地度过 这其中 你有很大的功务 所以今天找你来 一来是表示感谢 二来是要和你闲话家长 谢老太太 我是个管家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我听说夏管家 以前是个先生 这份职业虽然赚钱不多 可是受人尊敬 为什么要跑到孤家 来做夏人 是这样的 老太太 我十三岁的时候 我爹就去世了 都是我娘把我拉扯大的 但是这几年 我娘身体不太好 我交出内的薪水 不足以照顾她 足以财 原来是这样 夏管家 孝心可嘉呀 你举亲了吗 还没 既然这样 我帮你提个亲吧 你就可以找个人 照顾你的母亲 你也没有后顾之忧 你的意见呢 谢老太太 我暂时还没有想到这件事情 不是已经有了心意的对象了吧 没有 夏管家一表人才 提亲的人肯定不少 我暂时还没有想到这件事情 年轻人 不愿意跟我这个老太婆谈 我不勉强 对了 以后 不管家里有任何事情 你都可以找我 我已经把你当自家人看待了 谢老太太 那没事的话 我先告退了 夏管家 是 这宅子里 女眷重多 你一个未婚的年轻男子 以后晚上 尽量不要随便走动 不太方便 我明白了 你也没关系 我